北市府又深陷染疫危机 而且还差点波及到市长柯文哲 这回是媒体事务组的一位替代艺男 昨晚确诊 包含了三位发言人在内的同办公室 17名同仁 通通都被匡列隔离 而柯文哲的办公室也是在同一楼层 健康状况当然引发关注 在今天柯文哲照常出席了公开活动 但是身边已经不见随行幕僚 他也自曝还没做快筛 因为按照疫调的标准 他是属于第二圈接触者 但如果其中一位发言人染疫 那么柯文哲势必会被狂烈隔离 酒精枪仔细消毒确认没问题后 再搭上防疫计程车 要直奔防疫旅馆 但这里是台北市政府大门 原来里头周五晚间又传出有人确诊 办公室拉起红楼 清洁人员仔细消毒 传出确诊地方 住在市府11楼媒体事务组 一名新进的替代艺男 日前因为室友确诊 12号自己也紧急快筛 没想到呈现阳性 15号晚间批下结果出炉 果然确诊 同办公室包含发言人 副发言人在内 媒体事务组全部17名员工 立刻通通被匡列鞠隔 旁边没事组是不是都全聚 客观者隔天上午照常跑活动 但身边随行幕僚都被匡列 自己显得有些孤单 不过市长办公室跟没事组 都在同个楼层 可否平常跟没事组也密切接触 不需要自我健康监测吗 市长你今天有做快筛了吗 证明确诊的替代意 12号快筛阳性后 就没有到市府上班 但确诊前跟没事组同仁 都在一样的办公空间 依染疫北市府发言体系也被瘫痪 是否该迅速落实分流 的确得检讨 他们有快筛全部都是阴性 确认第一圈的状况以后 才会决定第二圈有没有 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风险 但若发言人也确诊 客观者势必就得乖乖隔离 疫情从北市府各局处 一下差点烧到市长 防疫工作得小心再小心 这台北组合报导 另外疫情也烧进台东县政府 民政处有主管确诊 而这位确诊主管也是全台湾地方政府 第一位染疫的一级主管 县府不敢大意 在后方停车场加开了筛检站 一大早就出现了排队人潮 抢着来做快筛 而这名确诊主管是因为参加 餐厅聚会才会被感染 在聚会当中11人已经有7人确诊 传播链还在扩大 紫色小板凳坐满了民众 一大早就涌现人潮 大家抢着要做快筛 全是因为台东疫情升温 而现在县府还出现主管确诊 确诊的是民政处一级主管 在隔离期间因转阳 同时也是地方政府首位确诊的一级主管 他因为在11号晚间 参加台东市餐厅的聚会 因而被感染 除了先前确诊的议员外 在场参与的11人中 已经有7人染疫 整条传播链还在扩大中 县府得知消息后 在办公大楼后方的停车场 加开筛检站 民众也跑来筛检求个心安 他很想说台东县疫情有点上升 生日红都来这边快筛一下 他已经想到家人了 就赶快来 来这边快筛 我有去交通 今天去交通接加工 疫情多点报 担心烧进县府办公区 加开筛检站 呼吁只要有足迹重叠的民众 通通要快筛 抓出隐藏社区中的黑数 接下来刘云翔台东报导 目前疫情快速升温 而快筛事迹的需求量大增 不少人却抱怨 跑了好多超商和药局都买不到 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告急 像是在新北市 目前的库存不到1万计了 跟厂商订购的6万计 也还没到货 而在桃园的部分 剩不到5000计了 已经跟其他局处要来借掉 台中剩下一万多计 预估5天内会用完 而在台北市的部分 则是向中央申请了20万计 副市长黄珊珊说 目前台北有3万计的库存 但每天会有上千位的居隔者 所以量能大概只够撑5、6天 现在还有快筛事迹吗 那刚刚卖完了 疫情持续升温 快筛事迹好难买 家用快筛你们现在还有 有啊还有还有 跑了好几家超商跟药装店 好不容易终于找到 其实不止家用快筛事迹 工费部分地方政府也告急 新北市现有9800计 全数分配到医院跟卫生所 目前没有库存 向厂商下单订购的6万计 跟中央分配的20万计都还没到货 陶渊市剩下不到5000计 还向其他局处借掉4000计应急 台中市剩下一万多计 但预计5天之内就会用完 北市同样向中央申请20万计快筛计 但何时下来还是未知数 我们本身有大概3万多计的库存 但是我们每一天可能要增加几千位的 这个居家隔离的人 我们可能就还要送给他 让他在家里准备快筛 所以已经量能可能只能撑个五六天 我们也跟中央反应 北市快筛计发放将以疫情热区中山区为主 对象是七大行业 另外维持社会秩序 民生场域等会优先使用 包括了警销环保单位 跟市场区公所设服单位 而现在确准案例 昨日攀升 北市从下周一开始 将从新一区开始试办居家照护 让症状轻微的染疫者在家照护 但家里必须要有独立卫浴 而且不能有太多人 如果疫情升温将扩展到12个行政区 新一区这边成立的叫做居家照护关怀中心 它会各种不同的事物 然后可能要裁检 要派车 还有相关的防疫包关怀包的发送 然后它任何的生活上的需求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在各个行政区去试办的 就怕染疫人数增加压垮医疗量能 北市加紧准备提前应应 记者是李后荣台北报导 本土确诊再创新高 当染疫人数面临破千追万 指挥中心强调 未来疫情规模的大小已经不是重点了 接下来力拼减灾 不过专家分析 要减灾必须要确保医院和卫生单位的运作 没问题 但像是在花莲台南 接连有医事和未证人员感染 其次是台湾的疫苗覆盖率还是不够 而且口服要吃紧 轻重症分流也还很生疏 这四大隐忧都得一一克服 全台确诊单日破千 眼看病例恐怕面临指数型成长 指挥中心点出未来疫情规模大小 不再是重点 而是要力拼减灾 却有专家点出极大隐忧 老年人口疫苗的施打 还严重不足 药物不太够 在家照顾这个地方是防疫 我想一定要做到 没有做到我们大概就 医疗体系就会崩溃 首先必须确保医院跟卫生单位 运作没问题 但花莲台南都接连爆吧 院内和卫生局任缘感染 直接影响到医疗让能 被专家点出 管理上可能还有缺漏 其实是65岁以上长者 追加剂覆盖率只有64.9% 离九成目标还有距离 让专家直言 药物供应至少也要准备 全台人口的5% 大约115万人份 而最重要的轻重症分流 目前全台就新北实施居家照护 除了卫生医疗单位 需要一到两个月的磨合期 民众还得非常熟练 隔离措施与流程 否则上陆时将会一团乱 要有一个很客观的条件 不是说我不舒服 我就要住院 那我会喘我就要住院 会建议就是有中央来定 这个全国一致的这种措施 而不是各个县市 他自己做自己的 台北市长克文哲也宣布北市 下周开始要在新医区 事办亲证在家 强度大部分的亲证 吃普拿藤就能解决 用医师建议可以再准备 抗组织安类药物 不过也有医师对台湾防疫 走到这一步表达惋惜 认为台湾本来有机会 在疫情全身而退 因为病毒终会消退 可是大家都失去耐心了 如今只能尽量把它减灾做好 降低重症死亡率 就问您我们一次的特别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